春节夏季已经结束 咱们贺铁铁市场也正式铺入正轨 然后咱们到市场转一转 看看有什么好宝贝 走吧 你像这边都是子撩子撩的区域 子撩区域你看旷的人就少 那边是鹅料 鹅料的区域 鹅料还没有 看货的人都有多一些 因为现在子撩这两年价格 就是特别高 也可能说钱不值钱了 或者说你东西值钱了 你像这些山料相对便宜一些 子撩都价格高 好多人看 看了也谈不成 望而却步 这些还是青海料 山料 鹅料 包括一些碧玉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亲民的 比子撩便宜很多 所以说 所以说逛山料的人要多一些 看这些子料 白白的 其实好多白的子料 白白的子料 包括带皮的 算不白 这价格也是比黄金贵的多 像这撒金皮 没毛病 多漂亮 客价几千 这黄金客价才多少 几百 这就是资料 大白白鵝 这个撒金皮子料的 多油 油乎乎乎的 这都是客价几千的 现在的沁料价格是比较高 香料呢 就是一个沁料 黄沁 和前子料 黄沁 这边露的有肉 青白肉 青肉 整体形状好 这青的颜色挺黄 没雕刻一个原石 这儿有点香花 有个老猎 这个料多少钱 一万二 可以雕刻一下 可以直接玩 小玩意 这边是青花 一些山水易径的这样的牌子 还有没有 这牌子多少钱一个 八千 八千五 这牌子还是比较漂亮的 很周正 有点一块料做的 还有各种成品 各种成品 独子的这样的 这多少钱啊 八千 可以啊 像这些呢 是新疆山料 新疆山料 切磨料 这样的一些清白的 清白玉做的一些玉雕的作品 包括手镯呀 笔岩胡什么的都有 这笔岩胡多少钱个 笔岩胡三千五 三千五 我再错了 有毛孔 没有啥合适的 这兔年了 这兔子多少钱个 八百 八百啊 小兔子啊 新疆山料啊 油性好啊 虽然说不白 不白 各种题材都有 他家是经营青花子料的 一些猪串啊 手镯 你像这清白的 也是有点串青花啊 但是这个镯子看着很油润 里头会有些串墨 这儿留的有原始毛孔 应该是个五二五三的这样的一个圈口 适合手脖戏的 女生蛋 款式不错 料子细腻 这多少钱这个 三万五 此料的手镯 市场上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这应该一块料做的吧 这应该五五七左右 五六 这多少钱 三万二 三万二 行吧 这个青花的呢 这个 两万六 两万六 手镯 手镯 这大的也是子料的吗 这多少钱 这也是青花的 两万六 两万六啊 十六的珠子 这小的呢 两千二 两千二啊 青花 点墨青花吧 行 我再转转啊 随今上涨的厉害的 就像这样 这两年也比较稀缺 还有这个 柳色的和鲜鱼 还有这个 价格长得厉害啊 现在这样的都是万把块一条 这种几千万一条 颜色棒棒的 各种宝贝 这个二十手镯多多一些 看看这外头 好凉快 哇 这小缝 撒金皮啊 龙龟龟 这多少钱啊 四万五 四万五 不错啊 形状好啊 皮子也漂亮 肉也油性也好 不算太白 好宝贝 这个也不算 撒红皮 小牌子 完整啊 周正 肉也能看到预质结构 这多少钱啊 那个十六万 十六万 漂亮啊 好宝贝啊 哟 好大风啊 这些呢是七敏件 摆件 一些山料 青海料做的 让人赏心悦目 做的都很精致 做工挺好 像这些东西呢 一般都是几万啊 或者是十几万 几十万的东西 就是正经的玉器 摆件 这个青海料 偶粉的做了一个大摆件 漂亮啊 看这些啊 观音符 啊 还有些这种 这个 七敏的摆件 看这个 看着真是 舒服啊 漂亮吧 漂亮吧 行 做两次吧 好 有意思吧